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黄永裕 趁我没死 快夸我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小屋三间 坐也有我 睡也有我 老婆一个 左看是她 右看是她 8月9日农历7月初九 这天一过 老顽童黄永裕就满95岁了 回想起今年的年夜饭 黄永裕和太太吃了一只半人高的龙虾 人家说 不要留超过80岁的老人在家里吃饭 以免发生意外 那我就在自己家吃给他们看 12岁一个人出门流浪 14岁爱上当木匠 32岁成为享誉全国的画家 50岁学着考驾照 70岁跑去意大利游学写生 80岁给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 91岁撩到女神林青霞 教她做野孩子 93岁还开着一辆红色法拉利去飙车 他就是艺术大师黄永裕 一部活着的中国近现代史文化 一个现实版的周伯通 一个有趣的灵魂 可是在黄永裕自己看来 她最棒的头衔 是她初恋女友张梅希小姐 75年的丈夫 在朗读者里 94岁的黄永裕 利索地招呼董青 谈笑风声 鹤发绝硕 这是节目组三次邀请 才得到的访谈机会 这是朗读者第一次离开演播室 也是董青首次为了理解一个嘉宾 远赴他80年前生活过的故乡 你要做个野孩子 黄永裕出生于湖南凤凰县 那里民风彪悍 街上到处能看到女人打架 和枪毙土匪 黄永裕爱逃学去看 大家都叫他黄逃学 十二岁时 他只身去福建极美读初中 喜欢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 看各种闲书 六门功课的成绩 加起来不到一百分 同学们都叫他黄留吉 节目里听到这个熟悉的外号 黄永裕笑着说 对对对 后来他们开启十周年纪念 我送了画 落款就写 一个1937的留吉学生 留吉五次后 老师说 你脸太熟了 你还是走吧 黄永裕潇洒地退学了 他当过码头小工 做过磁场苦力 最喜欢的还是当木匠 因为他疯狂地迷恋上木客 雕木客填不饱肚子 黄永裕就做了一把猎枪 白天打练 晚上干活 竟然也能顿顿吃肉 有人介绍黄永裕去军队做私书 每日只要抄写几篇公文 就可以拿到八块钱的工资 黄永裕抄完公文 觉得呆板无趣 就进行艺术创作 先是把通令二字 用别致的花边装饰起来 又意犹未尽地 把分割线改化成一只夸张的小狗 长官大发雷霆 立刻辞退了黄永裕 后来又有人介绍他去税务局 别人都喝茶聊天 消磨时间 黄永裕却沉迷于木客 又刻又印 把办公室的桌椅都变了模样 上司认定他是个艺术奇才 奉送了两个月的工资 对他说 你走吧 我怕耽误了你的前程 生命中 一定要有所热爱 活得丰盛热烈 而不是按部就班 我们相爱十万年 十九岁时 黄永裕流浪到江西 在一家艺术馆工作 碰到了美丽的广东姑娘张梅希 第一次见到她 黄永裕紧张得半天说不出话 老半天才红着脸憋出一句 一百斤粮票 你要吗 有个年轻的军官也在追求张梅希 知道他爱骑马 每次都牵一匹马来 邀他出游 黄永裕心想 这下麻烦了 自己连自行车都没有 他想来想去 想起父亲 曾经为母亲拉封琴 于是就拎了一把小铜号 天天对着张梅希吹 吹得也不怎么样 谁想到女神的芳心 就这么被吹动了 黄永裕傻乎乎地跑去问张梅希 如果有一个人爱你 你怎么办呢 张梅希说 要开始谁了 黄永裕连忙说 那就是我了 张梅希笑着点头说 好吧 那时的黄永裕 真是要什么没什么 从早到晚地玩木课 有一天他看中了一块黎木板 兜里却只有八毛钱了 那是留着剪头发的 要他在心爱的姑娘面前 捧头垢面 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又实在舍不得那块木板 张梅希看出了他的心思 爽快地说 你去理发吧 我送你一块木板 黄永裕就去了理发店 剪头发时 心里还惦记着梨木板 万一他不送怎么办 那可糟糕了 这段恋情 遭到张梅希父母的反对 我的宝贝女儿 怎么能嫁给一个流浪汉呢 他们把张梅希关在家里 禁止两人见面 黄永裕沮丧之下 只身去了干州 有一天他突然接到 张梅希的电话 我从家里跑出来了 黄永裕立刻跳起来 从朋友那儿 借来一辆自行车 急匆匆地往车站杆 骑到天黑 他就在路边找个鸡毛店住下 一晚上都兴奋地翻来覆去 第二天一大早 黄永裕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好不容易见到张梅希 他笑得差点流出了眼泪 他浑身上下沾满了鸡毛 竟然就这么走了一路 结婚五十周年时 黄永裕还特意买了一把小铜号 戴上假牙 豪气地问张梅希说 你想听什么 世人万千种 浮云莫去求 思人若彩虹 遇上方知有 失恋算个屁 1948年 黄永裕和张梅希到了香港 他仍潜心于美术 结交了金庸等一票好友 有一次 黄永裕约金庸两宇生吃饭 吃到七七八八 该买单了 六目相对 谁带钱了 我没带哦 啊也没带 眼见着就要挨揍 黄永裕赶紧用手指 蘸了点尺油辣椒酱 把店里养的宠物鱼化了下来 金庸也麻溜打电话 让附近星岛日报的编辑 带稿费来买单换画 三人拍拍屁股 大笑出门 黄瞻当时刚与女朋友分手 又投资电影失败 负债累累 很多人都不敢搭理他 黄永裕 却带着酒去看他 说 失恋算个屁啊 你要懂得失恋后的失忆 黄瞻立刻骂了回去 你猜放狗屁呢 失恋都要上吊了 还能有失业 他骂虽骂 却听懂了这份别样的安慰 很多年后 他还不忘感慨到 全香港都希望我死 只有他来安慰我 1983年 黄永裕给大剧作家曹宇写信 他说 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 一个也不喜欢 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对方 心不在戏上了 曹宇一直将这封信保存着 黄永裕爱养狗 家里有好几条 每年得进行轮流选举 选出一条头领 他说 狗单纯的多了 狗真正天天想你 人就不知道了 小时候 家里有一条土狗 每次出去和别的狗打架 黄永裕总要跑出去帮忙 他自己也说 自己护短 2004年夏天 凤凰的乡亲告诉 八十岁的黄永裕说 驼江上游 有人开了一家化工厂 江水都被污染了 黄永裕一听 插起腰说 老子带几个人去搞他们一下 他居然把化工厂的办公室给砸了 他说 爱护自然 要像蒋卫生一样自觉 生活是不容易的 但一颗心 还是要闪闪发光的 生活是很好玩的 1968年 北京流行批黑画 黄永裕刚从重庆写声回来 听人说 有人画了猫头鹰 出大事了 他不以为然地 跟朋友吐槽说 画个猫头鹰 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也画过啊 结果 他去黑画展一看 他画的猫头鹰 挂在最中间 他就是头号 批斗对象 很快 黄永裕被关进牛棚 造反派拿皮带 一下一下地抽他 他至始至终 都没有喊疼 回到家 黄永裕还对张美希说笑 今天呢 挨了224下 妻子看着黄永裕 被打得血肉模糊 白衬衫 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 哭得要死 黄永裕连忙用吻 止住他的眼泪 还写了首情诗 老婆呀 不要哭 我吻你 吻你 吻你置若 但满是裂痕的手 吻你寂寞 而勇敢的心 吻你的 永远的美丽 他满不在乎的说 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每一次 IP邮接回来之后 他还能跟别人描绘 北京街头的风景 他们一家人 住在昏暗的小房子里 张美希的身体 越来越差了 为了让他开心起来 黄永裕在墙上 画了一个 两米多宽的大窗子 窗外 野花盛开 阳光明媚 大家训斥黄永裕 别整天乐呵呵的 这年头要沉重 黄永裕回答说 既然你们说我不沉重 那我就装沉重了 他找了一个医疗本 给自己写上 心脏病 胃困疡 肝硬化 写了一百多种病 批斗他的人一看也乐了 臭老酒 你这病 也忒多了点吧 后来 黄永裕被下放到干校 沉闷的劳动生活之余 他就去逮曲曲 挖个坑 看曲曲打斗 农场里还有一本瓷海 他就把那本瓷海 翻来覆去地看 吃过所有的苦 终会熬出田 终会照亮前方的路 我又不是老头 第一次见到黄永裕 董卿笑着打气说 那个比我老的老头 终于出现了 黄永裕曾经注写 比我老的老头 但是他本人是不认老的 年过九旬的黄永裕 还喜欢红衣服 手上尝尝拿个烟豆 人家都好奇地 跑来问他养生秘诀 他说 我从不养生 喜欢睡觉 不吃水果 不运动 最爱做的 就是守在电视机前 看连续剧 周末还看看 《非诚勿扰》 白颜松 曾经上门拜访黄永裕 他叼着烟豆 戴着贝雷帽 正在捣持自己心爱的 红色法拉利跑车 白颜松惊讶地问 老爷子 您一把年纪 还玩这个 黄永裕 毁他一个大白眼 我又不是老头 黄永裕因病住院时 白颜松特意去看他 心里琢磨着 怎么安慰这个老人呢 结果 黄永裕一看到他 乐呵呵地说 哼 住院做手术真有好处 你看 我一下子 瘦了几十斤 这让白颜松 不由得肃然起敬 老爷子曾经在黄金岁月 去东北养猪 他从来没有抱怨诉苦 反而一脸骄傲地 和白颜松炫耀说 我养那猪 特肥 不要愁老之将至 老了 也能可爱 你们呢 都太正经 我只好老不正经了 2006年 黄永裕将自己画作和收藏 捐给湖南 棘手大学 捐献仪式那天 大家让黄永裕 致辞 黄永裕说 你们不用担心 我已经告诉家里人了 一旦我的后代真是吃不上饭 饿得要讨饭了 也应该距离棘手大学远一点 免得影响你们 黄永裕多次表示 我手里收藏的各种玩意儿 不论价值如何 在我走之前 一律捐出 他压根不在乎 钱财名利 国家博物馆 曾经为黄永裕 举办个人作品展 所有人都称呼他 黄大师 他一点也不高兴 拉着脸说 我算什么大师啊 如今呢 真是教授满街走 大师多如狗啊 他的学生 想要做一个黄永裕画派 黄永裕破口大骂说 我不想成群结党 狼群才需要成群结党呢 狮子不用 活到95岁 生死 黄永裕本人早就看淡了 他长寿 沈从文 汪曾祁 金庸 多少人 走在他前面 黄永裕 开始调皮 想在死前就开追导会 找个躺一躺在中间 趁自己没死 听听大家 怎么夸我 他甚至 对自己的骨灰 想了几种方案 跟老婆 煞有其事地商量说 不如把我的骨灰 倒进马桶 请个老先生来冲水 老婆说 这样会堵住马桶啊 拒绝 那 不然分成一个个小包 送给追悼会上的客人 拿回去种花 老婆说 你就是想半夜吓人啊 哦 那不如把我的骨灰 包成饺子给大家吃 最后宣布 你们吃的是黄永裕的骨灰 哦 所有的不正经 其实是一种深情 在薄情的世界里 怀着热爱 生活 老了 就做黄永裕 八十多岁时 黄永裕荣灯时尚杂志 时尚先生封面 叼着烟斗 翘着二郎腿 晾载 拍完回家 黄永裕跟太太炫耀说 怎么样 亮仔吧 哇 我 太好看了吧 黄太太说 臭美啊 我听你吹号 好好好 想听哪首啊 高晓松曾经说过 一个人活着 就很难同时做到又有趣又有意义 你要是想每天都活得有意义 那你一定就牺牲了一点乐趣 或许我们很难活成第二个黄永裕 但漫漫余生里 我们可以试着做野孩子 对自己 对朋友 对爱人 对生活 再多一分肆意 少一分顾虑 做个 有趣的人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